癌细胞在人身体内就像脱缰的野马 疯狂蚕食住正常细胞的地盘 并与正常细胞抢夺营养 正因为癌细胞的疯狂 癌症的治疗才变得困难重重 在各种抗癌讯息的轮番轰炸下 你都信了几条 误区一 酸性食物导致癌症的确 很多癌症病人体液的PH直成酸性 使人物认为是因为常吃酸性食物导致的 但人体体质并无酸碱之分 健康人的血液是呈弱碱性的 PH直一般在7.35至7.45之间 由于环境污染 不正常的饮食习惯等多种原因 都会导致体质逐渐转为酸性 但并不会直接影响癌症的发病率 我们平常吃进去的绝大多数碳水化合物 都会转化成葡萄糖 果糖或者其他小分子糖 这些糖还得给那些需要能量的组织提供补给呢 所以不可缺糖 但是 为了保持健康以及防止过度肥胖 理所当然应该限制含糖食物的摄入 但这和含糖食物会为癌细胞提供营养的说法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超级补品 那些华丽的宣传只不过是一种商业销售手段而已 在日常生活中 真正科学的建议可能还是以前提过的那些无聊的 老生常谈 多吃水果 蔬菜 纤维 白肉和鱼类 少吃脂肪 盐 糖 红瘦或者加工瘦制品 还要记得少饮酒多运动物 误区四 剩菜剩饭 隔夜菜会致癌 部分绿叶类蔬菜中含有较多的硝酸盐类 煮熟后如果放置时间过久 在细菌的分解作用下 便会还原成亚硝酸盐 而亚硝酸盐的确有致癌作用 并且进行高温加热后也杀不死 看到这 是不是虎屈一阵 难道吃了这么多年的剩菜都把癌吃进去了 放心 亚硝酸盐不会致癌 分解成亚硝胺才致癌 但亚硝胺一般很容易被分解 所以隔夜饭菜致癌说不成立 不过从健康角度来说 隔夜菜尤其是隔夜的青菜 最好少吃或别吃 尽量多吃新鲜蔬菜 误区五 微波食物可能致癌 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不会致癌 其实 微波只是加热食物中的水分子 而食物本身不会发生任何化学变化 更不会产生致癌物 2015年发表在美国癌症协会 主办的癌症临床医生杂志上的调查资料指出 2015年中国有429.2万例新发肿瘤病例和281.4万例的癌症死亡病例 其中肺癌是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病居癌症死因之手 腊肠 腊肉等烟熏食物含盐量高 会损害胃粘膜 其中还有大量致癌物 乳本病皮和环方厅 油炸 烧烤食物中也含有此类致癌物 都应该少吃 吃完之后可以来点大蒜 起到杀菌的作用 煤变食物含致癌物质黄蛆酶毒素 黄蛆酶毒素被列为一级致癌物质 而煤变的米 麦 豆 玉米 花生等食物 亦产生黄蛆酶毒素 所以一旦发现这些食物发霉就不要吃了 所以我们平时要多注意做好预防措施 想要预防的话 可以多吃几种食物来预防好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几种食物 可以避免癌症 柠檬清肺进血 柠檬中含有维生素B1 维生素B2 维生素C等多种营养成分 此外 还含有丰富的有机酸 柠檬酸及高度碱性 柠檬的高度碱效能 只可化痰 生经健脾 有效地帮助肺部排毒 据医学报告显示 由于血液回圈功能退化 造成脑部血液回圈受阻 妨碍脑部细胞的正常工作 造成记忆力退化 而柠檬含有抗氧化功效的水溶性维生素C 能有效改善血液回圈不佳的问题 帮助血液的正常排毒 每天食用柠檬有助于强化记忆力 提高思考反应的灵活度 如花菜 花菜当中的预防癌症的营养元素就是萤朵类 它可以减少体内的磁激素 那么就可以避免乳腺癌的出现 另外花菜当中的酶类物质可以杀死致癌物质 避免肠道癌和胃癌的出现 另外花菜也可以预防前列腺癌 葡萄前有明显的抗癌作用 根据研究表明 在那些种植葡萄和吃葡萄多的人群中 癌症发病率也明显减少 主要是葡萄中含有一种抗癌微量元素白莉卢醇 可以防止健康细胞癌变 阻止癌细胞扩散 金银花具有对肺炎球菌 脑膜炎双球菌 绿膿杆菌 结合杆菌 质核实力级杆菌 变形链球菌等有异菌和杀菌作用 对流感病毒 孤儿病毒 抗疹病毒 钩端螺旋体 均有抑制作用 鱼心草别名侧耳根 猪鼻孔等 凉拌侧耳根是民间的一道传统佳肴 鱼心草入药 具有清热解毒 肖拥排浓 利尿通灵的作用 在我国传统医学中 具有较为广泛的应用 鱼心草还有帮助戒烟的作用 想戒烟的人 每天喝点浓浓的鱼心草茶 就会不那么享受 鱼心草是特别适合 烟明的食物 它能清肺热 解烟毒 准备一些晒前的鱼心草 每天取一点来泡水喝 能减轻抽烟对你的损害 蒲公英也有很多功效 蒲公英也则可以泡水喝 能够帮助清热解毒 特别是长期抽烟喝酒的男人 体内肝脏毒素很多 蒲公英的所有功效中 功效最显著的就是解毒饱肝 能够排除肝毒 有助于保护肝脏 山药中含有丰富的黏液蛋白 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 对人们的新陈代谢 有助很好的调理作用 对调理脾胃也很有益处 长期食用山药没有任何副作用 对身体非常具有好处 但可以滋补身体 补义强身 还可以养胃 护胃更健康 唇菜它是一长在湖边的植物 它的鲜嫩精液含有年多糖 液被分泌类似穷枝的年叶中 其含量非常丰富 摸起来很光滑 研究证明 它对移植性肿瘤有抑制作用 日本肿瘤专家在1977年出版的 一部防治癌症的交流书刊中 明确指出唇菜可治疗胃癌 常吃生大蒜的人 胃癌发病率非常低 原因是大蒜能显著降低 胃中亚硝酸盐含量 而这是胃癌非常重要的诱因 而经常吃洋葱的人 能够有效地防止胃癌发生 榴莲果中维生素含量丰富 维生素A、维生素B和维生素C都较高 人体需要维生素A维持上皮细胞组织健康 正常视力促进生长发育 增加对癌细胞的抵抗力 身体虚弱的朋友可以食用榴莲 榴莲可以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 达到强身健体、自应补养的功效 病后及妇女产后可用之来补养身体 桂圆含有多种营养物质 有补血安神、健脑抑制 补养心皮的功效 桂圆有补益作用 对病后需要调养及体质虚弱的人 有辅助疗效 晒前的龙眼 当作零食来上几颗 又解馋又能养胃 桂花茶对肠胃虚寒的人群 有温味、暖味的功效 特别是喝桂花红茶 能够起到很好的温中散寒 暖味止痛的作用 适合肠胃不适合冬季怕冷的老人饮用 此外桂花茶还能顺畅通便 减轻胀气等肠胃不适